肺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 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的数字 2021年一共4,000多人死于肺癌 曾经有研究显示 中国非吸烟女性患肺癌的原因 包括自身的呼吸系统疾病 家里的二手烟 空气污染 和长期吸入油烟引起 煮食时不用抽烟烟机的女性 患肺癌的风险 比有用的高大约8倍 富山科医生张如勤就在社交平台提醒 入厨煮食时一定要打开通风设备 油烟含有有害物质 例如多环方香氢 一氧化碳等等 会损害人体呼吸系统 长期吸入油烟 可能会导致酵喘和滋液管炎 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致肺癌 而油烟内的淡氧化物 会加速血管壁老化 增加心脏病和中风风险 而油烟中的微小粒子 也会刺激眼睛 导致通和红肿 最后油烟内的本类物质 可以挨害神经系统 引发头痛 失眠 和记忆力下降 将医生提醒 一定要开抽油烟机 抽气线 和通风的设备 也要避免长时间在油烟的环境里面 另外 选择烟脸较高的油 控制攀氧的温度和时间 都可以有效降低油烟对身体的影响